腾讯大学智慧分享心态共赢 给我们一次这样的 跟大家面对面的一个机会 来分享我们在全区道O2 以及我们微信智慧商城的 一个会员探索的应用 今天我将具体结合 我们在产品以及运营案例的角度 来给大家深度地 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些应用跟探索 首先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全区道的业务构成 天宏从2013年 跟微信一起打造了 我们整个零售行业第一家 这种制定的服务号 即使到目前 我们在微信这个平台 已经累积了 大概有400多万的 这种粉丝和会员 然后我们在去年 统一和整合我们整个 全区道的一个规划 我们上线了红领巾这样一个平台 红领巾是我们整个 移动端线上的 一个移动生活消费的 一个服务平台 我们整个天宏的定位 也因此为转化为一个 本地化的生活商户 并且在去年 我们上线了我们一个 基于社交微店 这样一个概念的微品 整个的我们的全渠道的 一个中心就是围绕着 线上线下融合的 一个全渠道 以及给用户提供这种 生活 优质生活的一个 解决方案的一个 这种服务商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移动端 各个产品的一个关系 整个红领巾 就是我们整个 移动端的一个统领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来同步我们各个移动端 包含我们的 APP端 我们的微信端 以及我们的 web跟原来的PC端 这是我们整个 微信运营最核心的 几个功能 功能布局点 其实在去年 去年我们在 上海的微信智慧工坊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详细 给大家解读过 我们每一个功能布局的 一些详细的 这些功能布局点 这里我就不做 这些详细的一个阐述 我待会会结合 更多的一个 是我们产品设计 以及案例的角度 来展示一下 其实整个功能 我们就是三块 一是我们精选购物功能 以及我们基于会员的 一个即时服务功能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基于 社群互动营销的一些 营销应用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一年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变化 就是从去年五月 到今年五月 正好也是一年 然后我们看到 微信会员这一块 我们去年同期的 微信会员是 250万 然后我们到 截止到目前 近一年整个 天红微信的会员 增长大概有200万 然后我们基于 我们在整个微信端的 会员的活跃度 也大概有200万 我们接近 接近五成的 会员活跃度 然后这一年间 我们日均的会员增长 大概在7000 这里 这一块主要是 我们通过不断的 基于微信 不断迭代我们的一个产品 以及线上线下的 这种互动营销的活动 来达到这个 会员增长的一个 这样一个数据跟趋势 然后在整个 拉粉成本这一块 这个基本上 也是每一个公众号 或者说每一个 线下商家 最在意的一个 关键指标 这一块 我们在去年一年 最关键的两块 就是基于我们 微信支付 以及微信WiFi 再结合我们线下的 运营 以及各种各样的 互动的这种 线上的活动 来达到这样一个 超低成本的 来转化我们 线下的一个 数字化 线下的这种 实体会员为数字化 然后基于微信这一块 往线下的 引流的销售 我们 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 我们一年 从微信 往线下引流的销售 可以达到10亿 这样一个数值 这里 这里基本上是基于我们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 很多线下活动的发布 通过我们微信的平台来做 然后我们在 微信平台整合我们 线上线下 以及各个 移动端渠道的 全渠道的一个销售 最核心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 整合了我们线下 基于传统 Post的这种 优惠券的一个功能 实现这种移动端的 用券 以及在线上 去转化到线下的 这样一个 用券的一个 转化 然后我们在 我们在上线微信之后 在我们传统的线下 特别是基于门店 这种 我们叫做 营销成本的 投入这一块 我们初略统计 一年可以 节省 一千多万的 这种营销 营销投入的成本 传统的 我们线下的 这种消息发布 基本上都通过 短信或者传统的 报纸 传统的媒体来做 我们下期再见